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解放全中国的全国白争 为了胜利 撤 老年镜这个人物是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物 而且他还是战斗英雄 他真的干了一件让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命令 那一个连的战士在平坚战役打得非常惨 全牺牲了 只有他和小信子两个人 小信子 跟着我 别交队 房天镜俘虏了一个半 其实他们的信仰里面包含了有尊严的信仰 对于一个没有压迫和平等生活的向往 随着 这点上来 长官 我同学 别别别 别别别 别杀我 小兄弟 嗯 俺们是解放军 俺们这儿没有长官 上下都是平等的同事 不用怕 后面会有人来接受你 我到今天拍打仗的戏的时候 就明知道炸点不会伤 但是都会很害怕 这个是六年以前的 这个是烧伤 你想我们拍炸点 就是有的时候还会有个意外 他们真枪实弹枪林弹雨的时候 冲出去了 很有可能会牺牲 他们也是二十多岁 我现在到了 我们已经要跟着共产党党走 你跟着我们党走 你跟着我们党走 钱师叔 你拉下了 从今天开始 只要打仗 他不为天不为地 不为时不为转 只为在凶库的老百姓 杀 杀 杀 共产党的飞 任务没有完成 就要坚守到底 就是我生活中性格 还是一个很压抑自己的性格 所以在镜头前预备开始之后 那就是我的时间 我可以随意释放自己的情感 我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 我当时所感受到的 我的勇敢和我的无畏精神 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部剧 能够给现在年轻的观众朋友们传达 不要关注他们是如何牺牲的 关注他们在牺牲之前是如何活的 等到教主 等到教主